我们来更新一下鱼油的产品啊 因为马上就11月了 双11 Black Friday 圣诞新年春节一个一个接着来 肯定会有各种各样的打折活动的 年底真的是购物囤货的好时机 而且距离我上一次讲鱼油类产品呢 也有两年了 所以做一个鱼油类补充剂的更新 给你们一些精选出来的质量非常高的产品 产品少一点 你买东西的时候呢 就更容易选择一点 声明一下废广告纯分享 还是先讲一下我的选品原则 第一鱼油的浓度呢 就是一粒胶囊里边 究竟含有多少Omega3脂肪酸 因为鱼油的有效成分的是Omega3脂肪酸 鱼油的浓度呢 直接反映了鱼油的质量和营养价值 鱼油的浓度呢 是一粒胶囊里面含有的Omega3脂肪酸的含量 除以胶囊内容物的重量 胶囊的内容物呢 通常来说就是总脂肪含量 有些产品标签上呢会写蛋白质含量多少 这个蛋白质呢是来自于胶囊的外皮明胶 纯度呢是没有办法准确计算的 只能够估计 因为有些牌子总脂肪含量呢是不会标出来的 我要求鱼油的浓度呢应该大约到60% 浓度越高呢说明有效成分越多 杂质越少 因为我们吃鱼油的目的呢就是补充Omega3脂肪酸 Omega3脂肪酸呢主要是EPA和DHA 有些产品呢也含少量的DPA ALA等其他的我们一个水脂肪酸 如果一个鱼油浓度连60%都达不到的话 那说明有效成分的含量太低了 连隔线都够不着 市面上有非常多的浓度是20% 30% 40%的产品 这类鱼油产品呢实际上让你吃了一大堆的杂质脂肪 没用不说呢还会增加身体代谢的负担 第二鱼油的认证要有IFOS IVO这样的认证 因为现在确实有环境和海洋污染的问题 特别是海洋污染 而鱼油呢又是一个和海洋息息相关的产品 因此呢我需要有第三方的检测机构 来证明你这个产品是安全的没有污染的 IFOS和IVO呢都是鱼油的检测机构 他们对重金属多氯联本221和其他的环境污染物呢 是要进行检测的 来确保Omega3脂肪酸的补充剂呢 符合或者是超过国际安全标准 这两个机构呢还会检测氧化水平 确保鱼油没有酸败氧化 因为这个呢会影响产品的有效性和味道 这两个认证呢都会确保鱼油中的 EPA和DHA的含量和产品标策上声称的相符 保证获药对板 另外还有一个常见的鱼油认证 GOED Global Organization for EPA and DHA Omega-3 EPA和DHA Omega-3的全球组织 它是一个贸易协会啊 为参与EPA和DHA Omega-3产品生产 和营销的公司呢 制定质量和道德标准 但它不是鱼油的检测机构 不会对特定的鱼油产品呢 进行检测和认证 GOED认证呢 更多的是关于公司范围内的道德实践 所以这个认证呢 现在对我来说是不够的 我需要的是对具体产品的认证 第三要有针对辐射污染物的检测 我想这一点应该是当下很多人极其关心的 毕竟谁都不愿意吃有核污染的东西 增加自己得癌症的风险 第四RTGT之一哪种更好的问题 这是一个经常被问到的问题 单纯看鱼油的吸收率和生物利用度呢 那不管是长期还是短期 都是RTG大于TG大于E 但是从长期来看 这三种呢都能够降血脂 都能够改善和心血管相关的健康指标 这方面呢没有什么统计上显著差异 所以三种呢都可以 第五种不含转基因的玉米大豆 因为有很多油产品呢 它确实是会给你添加大豆油或者是玉米油的 如果没有特别的说明是non-GMO的 那它肯定是转基因的产品 有转基因风险的产品呢 我是不接受的 我的选品原则呢非常严苛 能够符合这些条件的产品呢也不多 你可以把它们看作是天山小妖严选 这些产品呢以美国和加拿大的为主 都是你能够在iHerb 美国或者加拿大的亚马逊要买得到的 第一个V1 Naturals Triple Strength Omega-3 Fish Oil 三倍浓缩鱼油 Omega-3的浓度呢是90% 是极高浓度的鱼油 是RTG形态 有IFOS的五星认证 有浮射污染污的检测 它有30粒90粒180粒三种规格 关于V1 Naturals这个品牌呢 我多讲两句 因为小母书上呢 有很多人说这个牌子是假洋货 这个呢是100%的真洋货 是加拿大的牌子 2011年在多伦多创立的 Founder呢是侯赛因雷姆图拉 看这名字应该是阿拉伯伊 或者是波斯伊 它家的官网呢是这样的 它是在美国和加拿大 很有名的一个牌子 每家两地地亚马逊上呢 都有他们家的产品 它家最出名的是鱼油 但还有其他的补充剂 很多的产品呢都卖得非常好 不要被网上那些 故意混淆试试试的人给蒙了 人家是个真洋货 第二个SR Sports Research Omega-3 Fish Oil Triple Extrance 这个呢是TG形态 Omega-3的浓度呢是70% 它有IFOS的五星认证 但不是所有的P4呢 都经过辐射检测 只有最新的四个P4有 这几批呢是2024年1月和3月 生产的最新的一批 你买完之后呢 用那个评底的Lot Number 去IFOS官网上查一下 打开检测报告 自己看看到底有没有 辐射检测这一项 这个产品呢有三十六十九十一百二一百八五种规格 第三个Omega-VR Ultra Concentrated Omega-3 Fish Oil Omega-3的浓度呢是76% 它是没有乳性味 有有IFOS五星认证 它送的IFOS检测的那些P4呢 辐射污染物是检测过的 而且是合格的 它是更好吸收的RTG形态 它在官网上呢是有说明的 第四个Omega-VR EPA500 我原来以为这个是100%的EPA呢 结果看了一下IFOS报告 发现不是 它含有大约27毫克的DHA 539毫克的EPA EPA的纯度呢 大约是90% 这个呢是估计数值啊 因为每一批的含量呢 都有点差异 这个呢也有IFOS的五星认证 也是测过辐射污染物的 是合格的 这个呢也是RTG的形态 第五个Omega-VR DHA600 Omega-3 这个呢是每一粒含大约600毫克 大概是70%的DHA 有IFOS五星认证 也有辐射污染物的检测 而且是合格的 这个呢也是RTG形式的 Omega-VR的产品呢 都是要贵一点的 因为它家呢是RTG形式的 域友 成本呢会高 第六个 Enovix Labs的 Triple Strength Omega-3 Omega-3浓度呢是60% 它是意义遗址形式的 有IFOS认证 也是经过了这个辐射检测的 第七个 加拿大的国民品牌 Weber Naturist Triple Strength Omega-3 900毫克每天的 Omega-3的浓度呢是63% 这个呢是有IVO认证的 IVO呢是一个比IFOS更高级 更严格的鱼油产品的标准 它呢是对140多种污染物呢做检测 而且最重要的一点呢是 辐射污染物的检测呢是必须的 IVO要求对于那些来自于 有确定风险的特定区域出产的 海洋类油呢 必须要进行放射性的测试 单单这一点呢就比IFOS要好很多 因为IFOS的辐射检测呢不是强制的 有的产品有 有的产品有没有 缺乏一致性 第八个 Weber Naturist Super Quality Fish Oil 1390毫克的 Omega 3的纯度呢大约是有80% 这个呢是有IVO和IFOS两个认证的 第九个Weber Naturist Omega 3 300mg mini Omega 3的浓度呢大约是60% 这个是小颗粒的油啊 尺寸只有普通油的一半 适合嗓子眼小 吞咽有困难的人 它有180粒220粒两种规格 这个呢也是有IVO认证的 Weber Naturist的高浓度油油产品呢全是一一形式的 一一的缺点呢是吸收会差一点 吸收率呢大概是TJ的73% 优点呢是价格相对便宜 这个品牌呢只有加拿大的亚马逊或者是线下Costco之类的超市有售 加拿大的朋友呢有地理位置上的优势 最后总结一下品质最好的呢是 Viva Naturist Triple Strength Omega 3 Fish Oil 三倍浓缩于油 Omega 3的浓度呢高达90% 是好吸收的RTJ形式 有IFOS五星认证 辐射污染物也检测过 这个产品呢非常值得在接下来的年底打折剂 存点货 其次呢是OmegaViva的 Ultra Concentrated Omega 3 Fish Oil Omega 3的浓度呢76% RTJ形态有IFOS五星认证 辐射污染物呢也测过 这个产品呢也是有点贵 等它折扣非常大的时候呢你再去买 第三个呢是S2 Sports Research的Omega 3 Fish Oil Triple Strength Omega 3的浓度呢是70% TJ形态有IFOS五星认证 辐射污染物呢 最新的几批检测过 你买完呢最好去IFOS官网查一下 EPA含量非常高的油呢是这个 OmegaViva的EPA500 想要降低肝油三指的人呢可以选这个 DHA含量非常高的油呢是这个 OmegaViva的DHA600 这个呢适合孕妇 需要补脑的人 还有用眼过度 年纪大了有眼花 视力模糊 清光眼白内障问题的人 嗓子眼小的人呢可以选这个 Weber Naturist Omega 3 300毫克迷尼 小颗的油油 这个Omega 3的浓度呢大约是60% 把这几个产品按照Omega 3浓度 鱼油类型认证是否有辐射检测呢 再总结一下 这样呢你会看得更清楚 最后提醒一下鱼油是要随餐吃的 最好呢是和含脂肪的食物一起吃 有研究发现和脂肪一起吃呢 RTG的吸收率呢可以提高到90% 而1亿的吸收率呢也可以提高到60%左右 你如果买的是1亿的鱼油呢 记着一定要和脂肪一起吃 好这个呢就是2024年年底的鱼油产品推荐 希望能够减轻你买鱼油时候的选择困难症 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 记得点赞留言分享还有订阅哦 这期节目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